你 皮皮 那个 我们今天不要在这家吃饭了 好不好 为什么呀 我知道了一家新的 更好吃的甜品 那家甜品不是你最爱吃的吗 不是那个 你 好 喂 皮皮 我就是想问问 你出门了没有 我已经快到吃饭的地方了 我晚上再打给你吧 你刚刚说 你约了教授吃饭是吧 对啊 不知道吗 好 那你帮忙 你帮忙了 你帮忙了 皮皮 喂 皮皮 怎么了 在哪呢 哦 我跟朋友在外面去餐呢 皮皮 你这两天遇到佳琳了吗 这两天 怎么了 你找她有急事吗 还是你联系不上她了 要不我要是看到她 我帮你跟她 皮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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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说 皮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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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说 你别说话 你会说 什么时候开始的 皮皮皮 不是你想的那 你先不要说话可以吗 要说的话应该是你说吧 为什么 皮皮 我觉得 我们不合适 不合适的意思是 我不够好是吗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不是的 那这么多年 你现在才发现我不合适是吗 我 我只是突然发现 什么更适合我 那我问你 你是喜欢上她以后才发现 我们两个不合适 还是本来就不喜欢我了 皮皮 我们能不要 在这里说这些吗 现在不说的话要什么时候说 如果我今天没有撞见 你们两个的话 你打算骗我到什么时候 没有 我没有打算要骗你 我可能 是本来就不喜欢你的 不关甜心的事 那你应该早跟我说 对不起 早跟我说的话 就不会浪费我们三个人的时间 说吧 说什么 说 我们分手吧 说吧 我至少应该被告知一下吧 我们分手吧